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报道,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建议,呼吁避免让年轻的乌克兰人在与俄罗斯的战场上付出生命。 马斯克并未明确表态是否支持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。 他指出,无论采取何种行动,都会有大量人员伤亡。 马斯克此前多次发表言论,批评乌克兰的反攻战略。 而泽连斯基则试图通过声称的重大战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,并争取更多的西方支持。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泽连斯基试图提醒西方不要忘记他和乌克兰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